上星期約了在上環上班的朋友,在他公司附近吃午餐 他知道我喜歡吃日本菜,所以帶我來這裡吃壽司 這裡細細間,只有10個8個包位 來到差不多坐滿人,都坐得幾擠 午時餐牌有10款選擇,封劍遊人 由廚師發板到炸豬扒定食都有 我就選了不用400元的餐 有10件壽司和一條手捲 先來蟹肉蒸蛋和沙律 蒸蛋幾滑,不過不夠香,沙律不錯 菜爽口新鮮,味道開胃 師傅開始做壽司,邁相麻麻,魚味偏淡,但質感幾軟滑 北海道牡丹蝦,爽蛋鮮甜 好吃在連蜜蝦糕一起吃,味道更香濃 北海道帶子爽滑,趁新鮮紫菜更鮮甜 尺背大牙爽甜,可惜芥末太重手 口感肥美,但味道不太特別 味道鮮甜,但紫菜不夠脆 不像好多中價位的壽司店海膽要加錢 但這個餐包起來,海膽的份量都幾多 海膽清甜甘香,可惜紫菜都不夠香脆 江湖前做法,將赤身浸在醬油裡面醃漬 質感軟滑,醃的時間剛剛好,味道帶鹹香 壽司米鬆軟恰當,但米香就差點 疊口魚的魚邊比較多油,師傅先將它輕輕燒一燒 可惜入口還是好油膩 壓軸的是蔥拖羅手捲,好在加了黃蘿蔔 食落不太多 最後還有一小碗素麵,飽到吃不下 甜品是芝士雪糕,口感不算滑,但味道有驚喜 又是時候總結一下,這間餐廳有兩大優點 第一是招呼幾好,師傅態度親切 第二是以份量來說,價錢合理,平均消費四百多 缺點有一個,就是壽司的水準普通 食得飽,但不滿足 五分滿分的話,食物評分我會給3.4分 最後,我會怎樣推介這裡 看下算數,沒得選頂住先 想下什麼時候去,還是馬上去訂位? 我會推介大家,沒得選頂住先 忘記吃一餐而已 很害怕的,那時候 打一個人包什麼都沒有,還有學生症 很害怕的 香港人自己救,撐學生交學費 第一不學